念六 善恶真知之术 当我进步到比较能保持沉默的艺术时 我又再度来到普塔霍特普之前 他问我说 在你学习保持沉默的过程中 你只学到沉默的艺术吗? 不 父亲 当我挣扎地保持沉默时 我同时得与讲话的欲望奋斗 一旦我能掌握沉默 我也能掌握讲话 这是因为要保持沉默就不能说话 要说话就不能保持沉默 我发现沉默与讲话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没错 普塔霍特普一边说着 一边站起来引导我到一面 由白色的石头所砌成的墙壁 你在这白色的表层上看到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我说 我能在上面画些什么呢? 任何您想要画的 因此 普塔霍特普说 在这什么都没有之中 包含了一切事物 在这种情况下 两者形成一个完美的合一 在这合一中 只有那些从合一中分裂出来的事物 才能被认知 现在 我用绿色的笔在这上面画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在我把它画在石头上之前 就已经存在着 只是你无法看到它 因为叶子的阴阳两性仍然在合一的静止状态中 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叶子的形态还没有从这万有的空无中分裂出来 当叶子呈现在墙壁上时 它就从万有的空无之中分裂出来 因此你可以看到它 一个要记住的重点是 叶子显现绿色 表示它留在万有中的是与它相对应的颜色 对它来说是红色 它是隐含的阴性化身 你之所以能看到你周围的一切事物 是因为它已从与它相对应的另一半中分裂出来 那一半隐含在看不见的 无形的状态中 有形世界之所以看得见 是因为它从合一中分裂出来 然而那含荣一切的虚无与万有 仍然保持在它的一体两面之中 也就是说 它已经与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绝对合一中分裂出来 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 都是因为它的阴阳两性已分裂之故 一个东西只有当它分成两半 一个成为显像的 反映着它隐藏的另一半时 你才能感知它 现在跟我来 普塔霍特普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 那里有一张大桌子 上面放着一尊小雕像 背后仍然是白色的墙壁 他把两盏灯放在雕像的背后 一盏在左边 一盏在右边 这样墙壁上呈现出两个雕像的影子 普塔霍特普拿起一张透明的红色片子 放在右边那盏灯的前方 我很吃惊地看到右边墙壁上所显现的影子是红色的 而左边是绿色的 我的灵魂之父怎么会这样呢 我很讶异地问道 思考一下 你就会知道答案 普塔霍特普说 我沉默地集中精神思考着 然后我说 当红色的光照在墙壁上时 雕像保持红色 因此呈现在这边的墙壁上的影子是红色的 然而 因为雕像挡住了另一盏灯所照出来的光 使得与它对应的绿色 则显示在墙壁上的另一边 没错普塔霍特普说 你看到两种颜色不能单独存在 同样的 如果不是想讲话 就没有保持沉默这回事 在这世界上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 相对应的另一面就存在无形界里 当你说话时 说话的另一面 沉默就保持在无形界里 当你保持沉默时 说话的那一面就保持在无形界里 当一座山形成时 与它相应的另一半 必然也会形成一个山谷 没有山谷就不可能有山 没有山就不可能有山谷 没有任何显像的事物可以呈现出来 除非与它对应的另一半同时 也存在于隐藏的无形界中 当阳性的一面呈现在有形世界时 阴性的那一面便 隐藏在无形界里 反过来也是一样 当阴性的一面呈现时 阳性的那一面便存在于无形界中 两者在永恒中永远是相连的 因此你所看到的分裂 事实上只是一种现象而已 因为当它分裂时 虽然其中的一半从合一中落下来 但永远不会真正地与它的另一半分开 因此神圣不可分的合一永远无所不在 即使看似分裂 它仍持续地在每一处活动着 因为阴与阳之间存在着永恒不灭的势能 那就是吸引力 无论在有形世界所呈现的是什么 它阴性与阳性的本质 最终都得回到原本的 神圣的合一状态 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上帝 在我们的世界里 一切受造物就像一棵树 阳性的部分有好的果子 阴性的部分有坏的果子 但是两种果子都属于同一棵树 都来自同一个体 同样的 善与恶都是从同一个体中分裂出来的 因此万物的本质中 没有善 没有恶 只有神性 由于只有精油分裂 才能达到识别与真知 因此 有形世界必须兼具善与恶的两面 如果不是这样 就无法被辨识 也无法存在 整个受造的世界 就是一棵善恶真知之树 但是 造物主本身没有分裂 没有落下来的一半 永远在完整的合一状态中 受造之物 永远是一个整体中 落下来的另一半 与其相对应的另一半 停留在无形界中 这就是为什么 你永远无法在受造的世界中找到上帝 造物主 因为上帝没有相对应的另一半可以辨识 你只能成为造物主本身 听着 我的孩子 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永恒的存在 一个上帝 存在于所有生命中 他充满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具有生命 因为上帝以他永恒的生命势能 使万物充满生命活力 因此 上帝就像是一棵生命树 赋予受造的 有形世界生命 也就是说 他将自己的生命 注入到这棵善恶真知之树的根经中 因此他也活在这棵树之中 活在所有受造物中的最深沉处 物质显向的世界 有如一棵死亡之树 因此 小女儿 你的身体 同时也是死亡之树上的一粒果子 自身没有生命能量 但是生命之树 活在你的存在中 因为你 同时也是上帝那棵生命之树的一部分 因为你投生到你的身体中 成为有形的存在 你的意识从上帝那儿 从你的真实自我中分裂出来 你从初始神圣的天堂中跌落下来 成为有形体的受造之物 因此 你在地球层面上的一切 只是整个的一半 由善与恶所组成 由于你的意识 同时进入你的身体中 你的意识便与你的身体认同 你吃下什么样的果子 你就成为什么 也就说 你汲取什么样的思想意识 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体 因为你是由你所吸收的事物 组合而成的 你的意识象征性地 吃下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子 表示你受到死亡的思想意识所牵制 但是 现在听着我要讲的好消息 你的身体是分裂所产生的结果 它只是由你的真实自我 显现出来的一半 另一半依然在未显像的世界里 是你未能觉知的那一部分 只要你能融合这分裂的两半 你便能回到神圣的合一之中 你无法在身体的层面上 体验这种合一 因为你无法使你那隐藏的 另一半显现出来 也无法使你的身体隐藏起来 要它们在这种状态结合 只有经有死亡 否则你无法使它合一 然而 你可以在心灵的层面上 体验与你相应的一半的神圣结合 你可以扩展你的意识 直到你全面唤醒你的潜在意识 直到你的意识能体验那看不见的 无形的另一半的自我 从而在你的意识中达到神圣的结合 这样即使你的身体仍然处在有形的 受造世界中 你仍可以运用你的心灵意识 与你的真实自我 及你从中跌落下来的那个自我融合 这样你便可以在地球上体验上帝的本质 成为上帝 这个为融合而奋斗的动力 存在于所有受造物之内 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探索着自己的另一半 以便与之再度融合 阳性的形体寻找阴性的形体 反过来也是一样 阴性的形体寻找阳性的形体 这种阴阳互相寻找的动力 就是形成物质的基本势能 事实上 如果没有这种势能 就不可能有任何物质 因为驱使合一的本能 便是促使阴阳相吸的引力 整个世界就是建立在这种 想要与神圣源头合一的欲望上 这种驱测力本身级 是形成显向世界的力量 大自然运用它 将它注入在身体中 成为性本能的要素 所有的受造物 因受到本能的驱使 不断地向外探索 与它相对应的另一半 但是它永远无法在任何受造的世界中 找到这种合一 因为它的另一半不在它自身之外 相反的 它在为显像的世界中 不曾与自己分开过 以你为例 我的小女儿 你现在所能意识的你 同时也包含了相对应的另一半的你 即使你未能意识到它 它仍然属于你 但是你无法从外在去寻找你另外的那一半 譬如你无法在一个男人的身体或血液中找到你的另一半 你只能在你的真实自我中与它融合 当你的意识融合了你自我中的两半 你便找到回到你永恒自我的路 你便与上帝再次合一 经由这种意识的融合 在物质显像中的那个 你的一切渴望便会停止 因为那个 你找到了与自己相对应的另一半 因此 你身体中对性的欲望 也会就此停止 你便能在物质世界中 体验神圣状态的完整 不朽与圆满 当你像真实的内在 自我觉醒的同时 你也存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之中 你将达到与整个宇宙 与上帝融合的境界 这表示你将再次吃下生命之树的果 那时你便能从果 回到因的世界 从短暂进入永恒 从受造回到创造 从死亡进入生命 也就是说 你将在永恒的存在中复苏 这就是入门 普塔霍特普停止说话 但我从他那深邃的眼睛中 看到那永恒的合一 无尽的喜悦 宁静与和平 从他的眼睛 焕发出来 进入我的灵魂 从他的眼光 我看到真理的显现 接受他的祝福后 我便离开 博那说 这一篇第一次开始觉得很深奥 看得我头昏脑胀 但我知道他很清楚地诠释了上帝 佛的境界 老子的道 因此我一读再读 经过一段时间又回头反复读他 终于看出普塔霍特普言中之端倪 迪那说 是的 这篇的道理只能每个人 依自己所能理解的程度 慢慢去体会 我们建议读者 如果觉得枯燥 就放下他 并不会影响他的灵魂旅程 所带给我们的震撼与领悟 博那说 经历心灵成长之路的女性 就能够明白 你无法在一个男人的身体 或血液中找到另一半 你只能在你的真实自我中 与他融合 本文中对于与内在自我合一的过程 真是讲很清楚 迪那说 但是 这种头脑的理解 并不能取代经验 再往下看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我们对所有人的所有经验 都不能批判 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 除了头脑的理解之外 还需要确实地去体验的经历 伯那说 你吃下什么样的果子 你就成为什么 也就说 你汲取什么样的思想意识 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体 因为你是由你所吸收的事物 组合而成的 有如洪亮的钟声 提醒我 如果不能转化负面的人事物 就要避开 迪那说 是的 对那些老是以负面的眼光 来看别人的人 我如果不能劝他们 从较高的爱来理解别人 就得远离他们 也因此我很少看电影或电视 除非他们在表达一种较高的意境 伯那说 普塔霍特普对性本能的解释 使我对人类性本能的本质 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 如果说人类性本能来自大自然的势能 当我们无力抵挡这股势能 便会成为性的欲望 达到大自然繁衍的目的 但如果我们了解它 是否就能运用这股势能 来达到内在的合一呢 迪那说 当你吸收光的课程 从第二几次开始 便进入海底轮赤红色之光的运作 赤红色之光的能量 会以极为细密的元素 转化我们因受到生物性较低频率的影响 所产生的对性本能的扭曲 并运用这股市能成为一个 表达至高形式的存在 然而 艾瑟瑞尔在他的讯息中也告诉我们 要突破由过去经验 所产生的因果行为模式 达到内在外在都进入和谐的境界 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此光的能量的运作 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合一 但前提是要有恒心 耐心 信心与毅力 让自己达到平衡与和谐 不然说 在头脑的层面 我可以理解菩萨或特普 所诠释的与真实自我合一的内涵 但他所说的 直到你全面唤醒你的潜在意识 直到你的意识能体验 那看不见的 无形的另一半的自我 从而在你的意识中 达到神圣的结合 令我困惑 我们怎么辨识那些 是来自潜意识的 无形的另一半自我呢 迪娜说 这种认知是一种如人饮水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言语道断的境界 当一个人成就了自性的圆满 达到明心见性的时候 便自然能了悟 这是自古以来 许多人放下一切 不惜一切在追求的 开悟的境界 伯娜说 普塔霍特普说 有形世界必须 兼具善与恶的两面 如果不是这样 就无法被辨识 也无法存在 这种说法让人感到沮丧 但又无法否认它是个事实 迪娜说 在有形世界 善恶两面 坚而有之是一个事实 但不要忘了 对真实自我 或灵魂自我来说 有形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 它本身就不真实 所以作者在经历了 三千年的梦幻旅程后 门徒问他说 母亲 请告诉我 你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进展 你生来就如此吗 他只回答说 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 灵魂是完美的 没有进展这一说 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 必须发展到 可以呈现完美较高 自我的频率 每个人都必须走过 这样的过程 我也不例外 不难说 那我就不应沮丧 而是要以喜悦 来看待自己灵魂旅程中的 每一事物了 念七 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 第二天傍晚 我又站在普塔 或特普的面前 再下来 你要学习与练习的 是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 这些将是你入门测试的一部分 因此谨慎地听着 就像保持沉默 与讲话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另外十一个相对应的特质 也是你要学习控制的 从现在起 你将早上在庙宇中 过了中午便回到宫中 你要尽可能地处在人群中 因为在庙宇中要做到这些 比起在宫廷里要容易许多 在这里 你生活在与你相同的人之中 都是渴望达到神圣合一的学生 以及已活在与圣神合一的祭司 女祭司们 但是 在世俗生活中 你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与诱惑 你的周围会有一些人 不仅他们自身是身体的奴隶 他们也试着要影响你 处在这些人群中 堕落的危险性比在庙宇中更大 因此 如果你能在世俗生活中掌握这些特质 你将能通过入门的测试 这十二个对应的特质是 保持沉默VS讲话 接纳VS不受影响 服从VS掌管 谦卑VS自信 当机力断VS慎重 接受一切事物VS具有辨识力 战斗能力VS和平 谨慎VS勇气 不执着任何事物VS掌握一切事物 不牵绊VS忠诚 视死如归VS重视生命 爱VS超然的爱 由于受身体所控制 自私自利的人 即将统治地球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但是 你已经知道 负面是能显现的同时 正面的力量 也同时存在于隐形的状态中 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 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 将逐渐离开地球 退到未显向的灵性世界中 然而 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 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 经由已成熟 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 未来的几千年 地球上那些妄自尊大 即贪婪与堕落的人群 将陷入在越来越痛苦的挣扎中 然而 在那几千年之中 在神之子从灵性层面的引导下 极权 贪婪 虚荣 嫉妒 复仇 憎恨等动物性的特性 又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 回到良善的 美好的真理中 就像其他星球那样 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 这力量 经由神之子 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 它将经由一群进展 以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 他们都是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 与在灵性界的神之子 一起把地球从黑暗 孤立 物质性 以及残暴的势能中拯救出来 每一个入门者在这计划中都有一份使命 既然你即将入门 表示你也是这神圣计划中的一份子 要成为这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 一个人必须具备全面掌握这12个相互对应的特质的能力 你也是一样 因此在你的入门测试中 你必须要能通过它们 现在 我逐一解说它 一 保持沉默VS讲话 掌握这些特质的意思是 将它们运用在适当的时间与地点上 同样的特质 展现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上 便是神圣的 展现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上 便是罪恶的 这是因为上帝只创造良善 美好与真理 没有不良的特质或邪恶的势能 只有错误使用这些特质与势能的人 我们已经讨论过 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保持沉默与说话 在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沉默 是神圣完美的 但是在我们必须说话的时候 保持沉默 譬如我们可能因几句话便可以挽救一个人时 却保持沉默就变成邪恶 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说话 它就变成喋喋不休与闲话 二 接纳VS不受影响 如果我们向美丽 良善与真理打开并迎接它 让上帝的意愿经由我们而运作 那么它是神圣的 但是如果你迎合某些事物 是因为你无力抵挡 外来的诱惑与影响 那么它就会成为灾难 三 服从VS掌管 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的任务是 绝对服从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经由你 以及其他人而运作 如果你仔细检查 你会知道它是否符合你内心深处的信念 如果是上帝的旨意 你就必须服从 相反的 为了恐惧 利益而服从那些 要我们做出违反自己信念的人 那是邪恶 掌管的意思是把较高的意志力 传递给那些无知与懦弱的人 以爱的力量 引导他们走向康乐 但不破坏他们的自由意志 一个没有爱 自私自利 专制 压迫别人的领导人 便是邪恶 四 谦卑 via 自信 面对神圣本源 我们必须谦卑 我们必须了解一切 真 善 美的事物都出自造物主 个人是显现神圣事物的载体 如果其中没有神性 这载体便只是一个空壳子 要知道你内在的神性遍及整个宇宙 因此对这神性 你要谦卑 但是你不能屈从于地球上较低形式的力量 永远不能忘记 你不是以你自己的力量在运作 一切力量来自上帝 一切力量透过你的较高 自我在你身上显现 你的真实自我 你内在唯一的永恒实相就是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自信的意思是对你内在心灵的神性有信心 而不对你那个投射在地球上的幻影有信心 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能力 他的力量是他自己的 而不是来自上帝时 这种自信便成为狂妄自大 5.当机立断VS慎重 当机立断指的是 在各种可能性中 毫不迟疑地做出选择 机会来时 往往在瞬间便稍纵即逝 迟疑可能使你永远失去机会 以全神贯注 超越自我的心来做决定的当机立断是神圣的 但是 以散漫急迫的心所做的决定 便是魔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也必须学会细心与谨慎 在你采取行动之前 你必须能控制你的脾气 以极大的耐性做适当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小心谨慎 到了无法做决定的程度 你就变成优柔寡断 6.接受一切事物VS具有辨识力 学会接受命运所带给你的一切 你的价值不是以你的外在环境或世俗的荣辱来决定 而是由你所呈现的神性有多少来决定 因此你要能做到不被无知者对你的态度所影响 不为世俗的荣辱所动 学会凡事之足 沉着冷静地接受命运所带给你的一切 如果神圣计划需要你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中 你必须将它视为最好的安排 如果你的心不因外在条件而有所不同 便是神圣的 但是作为神圣代表人 你必须能保护自己不受诽谤或羞辱 不能把接受一切变成冷漠或怯懦 7.战斗能力VS和平 全力以赴地运用你的真理之鉴铲除错误 以便让神性意识显现在地球上 但不能让你的勇气与积极变成愚蠢的争论 你只能以灵性的武器来护卫 以便将和平带入地球 8.谨慎VS勇气 在你学习谨慎的同时 你也要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这神圣的礼物 谨慎使你自己与别人不致受到危险的伤害 但是如果是因为恐惧或缺乏信心而不敢行动 你的谨慎便成为怯懦 你必须有坚定 不怕危险的勇气 有向前迈进 面对任何困难 捍卫神圣使命的勇气 但是不能让这勇气把你变成 铤而走险的满勇或鲁莽 9.不执着任何事物VS掌握一切事物 你的工作可能让你处在极为富贵的环境中 然而 你必须记住世间的财物 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你的 你的资源是上帝依你工作的需要而来的 就像一条运河 水只是经由它提供给需要的人 但水不属于运河本身 你必须将你所拥有的传递出去 水才会源源不断地经由你而留给需要的人 你不需要担心要如何生存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提供给你 无论你是多么的富有 你必须记住 这一切并不真正属于你 但你也不能因此灭视物质财产 让别人来养活你 物质财产也是上帝的显向创造 尊重物质本身的神圣性 但是要成为它的主人 你必须具备开创时 你完成你地球使命所需的物质 与财富的能力 也需具有守成的能力 以及掌握它 善用它的智慧 千万记住 只要你活在地球上 你便需要面对你的财物 你不能没有资源 更不能轻视它 否则你便会被它们所掌控 失去自由 无法独立完成你在地球上的任务 但你不能因此而自私自利 贪婪无厌 十不牵绊VS忠诚 不要让自己被任何人所牵绊 学会看清每个人的特质 知道他们的特质是神性的 世俗的还是邪恶的 不要去爱一个特定的人 而是爱那个人的神性 包容世俗中的人 避开邪恶的人 当你的任务需要你离开 你最爱的人时 你必须能时时走开 你要记住 那可爱的特质来自上帝本身 而不是来自那个人的躯窍 那个人只是上帝显现一切的载体 你可以在其他人身上 看到这种特质的显现 如果你能爱每个人之内的神性 你将不会对任何人产生执着 但是这种不牵绊不能变成 对周围人的冷漠 忠于朋友 爱你的上师集 与你一起为神圣计划 而工作的伙伴 但认知你所效忠的是 他们内在的神性 这样你对他们的忠诚 不会变成迷信 或盲目的崇拜 你必须能够在群众面前 展现你灵性上的天分 让他经由你发挥到极致 以你的肢体 你的眼光 你的眼说来说服他们 与你一起向上提升 但是不能让这种群众魅力 成为满足你的虚荣 与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 当群众为你喝彩时 你必须随时谨记 人们的热情 不是因为你的屈窍 而是因为上帝经由你而呈现 如果你了解这点 当你被指派的任务 是不为人所知的角色时 你便不会为之懊恼 这种时候 你必须掩藏你的才能 默默地从事你的工作 但你不能沦为自卑 你必须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肯定自己 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 十一 视死如归 VS重视生命 你必须坚信 没有死亡这件事 当身体不能运作时 你要能抛开它 就像你抛开一件 破旧的衣服一样 坚信 你是生命之术的一部分 因此你的生命是不朽的 这样你便不会因自己的任务 具有危险性而退缩 然而 你不能把视死如归 变成不尊重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重视生命 因为生命是上帝自身的显现 你不可以任意 将自己放在危险的状态下 珍惜你的生命 及你的身体 活在喜悦中 但是你不能以淫荡 作为你的喜悦与欢乐 十二 Ivs超然的爱 最困难的考验 就是严酷的爱 一种超然的爱 你必须完全放下你 个人的观点 你个人的喜好与感觉 学习以没有分别心 去爱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就像上帝 爱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一样 就像太阳 以他完美的 不分善 恶 美 丑的光芒 普照在大地一样 你必须学会公正 毫无其事地去爱丑陋 就像你爱美丽一样 爱邪恶 就像你爱良善一样 爱虚伪 就像爱真理一样 至高的爱 圣爱 是完全公平的爱 要知道 美丽 如果没有丑陋 便无法存在 良善 如果没有邪恶 便无法存在 真理 如果没有虚伪 便无法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 你必须平等地爱 所有事物 美与丑 善与恶 真理与虚假 都是我们称之为 上帝的化身 当你能坚持地 以绝对平等的爱 去照耀万事万物时 你便不会 让个人的喜恶来影响你 你将能从 全方位的角度 来看每一事物 当整体社会的利益 与某些个人的利益 一样重要时 你便能为维护 整体社会的利益 而漠视 某些个人的利益 即使是面对 自己最亲近的人 你也公正无私 这种无私 必须建立在 宇宙圣爱的基础上 而不是出自 个人的好物 当你最亲近的人 面对极大的危险 如果他们 不以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 你要能做到 不以你自身的力量 如以灵力 催眠 魔术力量 来帮助他们 宁可让他们 承受物质上 或肉体上的痛苦 即使是死亡 也不能让他们 失去他们的灵魂 就像上帝 给予人类自由意志 不涉入个人的私事一样 你也必须让你 亲近的人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 不以任何方式来 迫使他们做违反他们意愿的事 当你要帮助别人时 你必须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考虑 而不是从世俗或物质的角度来考虑 但是 这种神圣的平等 必须不能变成冷漠无情 当你能以世间的方式帮助别人时 你不能以冷漠而拒绝 超然的爱 是所有特质中最难的一个 因为你必须放下你个人的感觉 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轨道上 只有在你能真正实现 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时 你才能清楚听到上帝的声音 即使在你最艰难困苦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然后 你便不会再犯错误 因为你将成为爱本身 你所做的一切极是爱 你将只需要做你自己 焕发你的光芒 整个宇宙便能以你的光 你的爱 你的力量来运作 你将成为神圣的自我 你的精神与意识 将与上帝本身完全一致 你将从分裂的 有形世界的善恶真知之术 也就是死亡之术 返回永恒的合一 你将再次使用生命之术的果实 你将能把这果实 给予走在你后面的人 使所有的人都能回到永恒不朽的生命 回到上帝的国度里 上帝的使者呀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教导 这些教导已鸣刻在我的灵魂中 他们已进入我的血液 我的骨髓之中 我发现自从听了这些教会之后 我与从前的自己已是判若两人 但是我的功课是实现这一切 伯纳说 普塔霍特普说 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 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 将逐渐离开地球 退到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 然而 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 这解释了为什么说 当我们进入光的网络 与他们共同运作时 天使圣团的上师们 确实是透过光的网络协助我们 蒂娜说 是的 普塔霍特普还说 届时 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 经由已成熟 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 这时我了解 为何上师们总是说 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们在你们的内在中 我们经由你们的意识而说话 伯纳说 他还说 就像其他星球那样 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 这力量经由神之子 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 展现出来 他将经由一群 进展一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 我们如何辨识 谁是神之子的入门者呢 蒂娜说 我相信这些人 置身在各个行业中 虽然他们不一定就是完美的 他们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但是 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感受他们的灵性 以进展到较高的层面 伯纳说 那十二格相互对应的特质的学问可大了 我知道他们确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课题 但是它是那么的威信 使我常常要面临许多疑惑 譬如普塔霍特普千一句才说 当你要帮助别人时 你必须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考虑 而不是从世俗或物质的角度来考虑 后一句却又说 当你能以世间的方式帮助别人时 不能因冷漠而拒绝 所以我们面对一个乞丐时 到底要如何反应 蒂娜说 这也是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普塔霍特普说 超然的爱 是所有特质中最难的一个 因为你必须放下你个人的感觉 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轨道上 再放下个人的感觉 与不默然以待之间 就得从无数的经验中 不断地去学习 至今 我仍然无法拿捏自如 也尚未能适当掌握呢 伯纳说 第八条 谨慎VS勇气 普塔霍特普说 只要你活在地球上 你便需要面对你的财物 你不能没有资源 更不能轻视它 但你不能因此而自私自利 贪婪无厌 这也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 以必须具备开创 完成地球使命 所需的物质与财富 或以实现某种 笔想为冠冕堂皇的理由 陷入贪婪无厌 蒂娜说 我想完善这十二个课题 是我们一再投生地球的主要原因 其中拿捏的尺度 在于个人的经验与领悟 我们无法 一点一滴地用语言去界定它 但我相信 我们越是能开启 我们的内在之光与智慧 我们便越能快速地 完善这些课题 最终 我们还是得回到 觉知自己内在的起心动念 而不在事情外在的表面现象 这种学习与完善 只有每个人自己去领悟 去实现 因此 我觉得 最根本地帮助别人的方式 就是向内在的自性之光觉醒 伯纳说 是的 当我第一次看完 十二个互相对应的特质时 很自然地想要 以自己的思维 去辨识当中的差异 但是 读完大祭司的教导之后 才深深地明白 如何从较高的视野 来看待这一切 这些教导完全指出 物质世界运行的最高准则 明白之后 剩下的就是不断地练习 别无他法 蒂娜说 对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法则 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 以心去领悟它的含义 在生活的实践中体验与学习 不能用脑意识 在文字上做思考 伯纳说 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法则 确实可以帮助 我们以至高的观点 来识别世间的事 我发现当我专注其中 我的心进入那些特质的时 我突然看到 里面包含了男性的特质 与女性的特质 在继续进入这些特质时 我明白了当中 所蕴含的阴阳两极 这就是所谓的阴阳相生 相应的法则呀 以前我以为相互对应的特质 可能是表示相反的特质 所以陷入了二元对立的两难中 但是当我理解阴阳对应的 道理时才发觉这之中没有对立 只有平衡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道 难怪这会是入门的测试 真的有它的道理 蒂娜说 哇 你能有这样的领悟 令我赞叹不已 念八 狮子 第二天 是一个大庆典的日子 像往常一样 奶妈帮我穿上华丽的衣服 侍卫长卢卡哈带着两个人 捧着华丽的金像圈 由宫廷女官帮我戴上 再慎重地帮我戴上 头冠手镯与脚镯 我像雕像般的静止不动 虽然我表现得很庄严 心里却很想把卢卡哈的胡子揪下来 因为他又以那种鲁莽的眼光 看着我 使我很不舒服 卢卡哈也有神之子的血统 非常聪明 他向我鞠躬的态度 不像是一个大臣对皇后 而是更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带着贪婪的眼光 真是厚颜无耻的家伙 但我想起普塔霍特普所说的 所有具有生命的受造物 都渴望神圣的合一 雄性向雌性寻求 雌性向雄性寻求 这是使两性产生性欲望 从而互相吸引的因素 这使我理解卢卡哈的行为 是因为这种大自然力量的缘故 而使他被我所吸引 不可否认的 虽然令人讨厌 但多多少少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装扮好之后 宫廷女官与卢卡哈 陪着我来到法老之前 父亲穿上礼袍的英姿 真是有如上帝的化身 我们走出宫殿 踏上套着狮子的四轮车 Chariots 今天要为一些新晋完工的建筑物 举行落成典礼 我与父亲一起踏上四轮车 父亲从侍者手上接了缰绳 车子先是缓缓移动 然后就开始飞驰 我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带我坐这种 由狮子拉的四轮车 我站在他背后 他教我如何以弹性来保持平衡 我必须学会让整个身体放松 以便身体能随着车子的晃动而摆动 走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时 我必须用脚尖站着 随着车子摇动 刚开始我总是站不稳 我吓得揪着父亲的衣袍不放 父亲总是开怀大笑 并以无比的耐心 一次次地教我如何站稳 最后我终于学会如何稳稳地站在车上 当车子飞驰时 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狮子们也喜欢出来跑动 它们跟我们一起喜悦地欢笑着 十五岁时 父亲开始教我如何驾驭狮子 能控制这庄严美丽的巨大动物 是何等愉快的事 它们非常敏锐 对我极其轻微的意愿 都能实时做出反应 我连缰绳都不需要拉 但是父亲不让我单独驾驭它们 因为狮子是非常独立的动物 只有入门者才能真正控制它们 到达目的地后 令人厌烦的典礼就开始了 我最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庆典 拥挤的人群、官员、冗长的过程中 要静止不动地坐着 直到典礼结束为止 然后我得友善地问候官员们 尽管我知道在他们谦卑、阿谀、奉承的背后 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 你很难在这些贪婪与虚荣的伪君子中 找出一两个正直与忠诚的大臣 其中有一个焕发着金色的灿烂光芒的大臣 我低声地问父亲那个人是谁 父亲低声地回答我说 他的名字是提斯塔 是最近采用的人 他的人品非常好 我准备把他升为指挥官 庆典除了庆祝的墓地与地点不同之外 仪式都是相同的 有时是为了心煞落成 有时是欢迎长途跋涉 远赴国外交流或贸易归来的团队 再来就是丰收的时候 或庙宇中的各种仪式 我不喜欢这些庆典的理由是 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理解这些庆典的真正意义 他们不理解上帝的真实含义 只知道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 不过在怎么无聊与冗长的典礼 最终都会结束 从法律上来说 我是合法的继承人 但我不想像法老那样 我对政务一点兴趣也没有 父亲也没有训练我成为法老的意思 父亲与普塔或特普都能同时看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我也开始有一点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一小部分的未来 但当我要看整体的未来时 我所看到的 总是看到一层层浓浓的厚物 遮蔽了一切景象 但父亲知道我的未来 也由于他从未训练我有关政务的事 我预感我不会成为法老 但我不担心 因为我宁愿成为庙宇中的一名女祭司 但奇怪的是 我也没看到自己成为庙宇中的一名女祭司 我只看到浓浓的厚物 每次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 我总是很高兴能再度回到庙宇中 那纯净的能量与气氛 总是令我感到非常舒服 伯纳看到她说 一般人们不理解上帝的真实含义 只知道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 令我会心一笑 蒂娜我知道至今大部分的人 要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是只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 但这也是人类进展的过程之一 伯纳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渴望 能把较高的智慧与真理传递 给更多的人理解 我相信这样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展 蒂娜我也是希望 透过较高思想意识的传递 使更多的人得以停止痛苦的因果循环 念旧心灵感应的训练 一天普塔霍特普捎来信息 要我当天晚上去见他 当我站在他面前时 他说你已通过了准备期的测验 目前为止 你成功地过关了 现在你可以试着建立 以心灵感应的方式 与别人取得联系的能力 你会发现开始时 在太阳下山后练习 效果会好一些 这是因为阳光 有刺激神经系统与线体的作用 这有助于物质层面的显现 使你的意识落实在物质层面上 但它对灵性层面有相反的作用 日落后 这些作用停止了 你的意识便可以脱离中枢神经 退到灵性层面 日落后 具有生命的受造物开始入睡 入睡的意思 使灵性意识从身体退出 进入灵性层面 由于大部分的人 无法进入灵性的深层面 他们便失去意识而入睡 经由练习 一个人的神经系统 有一定的承受力时 他们的意识 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中 进入最深层面 这时 白天保持在静止状态下的 中枢神经与脑神经 便开始接收 并传导灵性 自我的频率 这时 你便可以与在不同地方的人联系 这就是心灵感应 初学者在太阳下山后 练习会比较容易些 这样他便不会受到太阳阻力的影响 等到他的能力开发出来之后 他便可以随时运用心灵感应 在这种练习中 就像任何专注的练习一样 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单一的思想上 把你的思想 专注在某一个 你想联系的人身上 运用心灵的力量 来传达你所要说的 闭上眼睛 观想你想要联系的人 以你的心灵之眼看着他们的脸 他们的身体 想象你与他们在一起 直到你确实感到他的手 就是你的手 你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 当你与你所想要联系的人 完全一致时 清晰地 专注地想着 你所要传递的思想 想着 你自己就是你所想要联系的人 这个在你之内的人 正想着你所想的事 这样的练习 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骤是 练习时 与你所要沟通的人在一起 感觉那个人 也试着接收你的思想 第二步骤是 与你要沟通 但不在同一个地方的人 预先约定好 练习远距离的信息传递 最后 你将能在对方 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 以心灵感应传递信息 这是你要传递信息的部分 你还得练习接收与理解信息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有三个步骤 首先你要放空自己 试着接收 然后 与要传递信息给你的人 事先约定好时间 练习远距离的接收 最后 你将能在任何时候 在预先不知道什么人 或什么时间 要传递信息 给你的情况下 接收信息 不久 你便与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 都能实时接收 或传递信息 无论你在做什么 你都可以感到 某个人要与你联系 你将在你的内在 听到他的声音 最后 你不仅可以听到 那个人的声音 你还能看到 你所要联系的人的形象 脸庞与眼睛 清楚地呈现在你眼前 就像你在梦中 所见到的景象那样 当你具备了 这样的能力时 你便不会感到 自己被身体所困 你将能享有 灵性上的自由 开始练习时 你会发现 夜晚时 更容易一些 这是因为 大部分人的中枢神经 尚在未启动 或未开发的状态中 你要费很大的力量 才能使他们 接收到你的信息 但是 当他们睡觉时 你比较容易 使他们在梦中 得到你的信息 练习后 你便能逐渐理解 心灵感应的法则 包括如何知道 某人是否在忙碌 以及当你忙碌时 如何隔离 别人的干扰 只有初学者 才会互相干扰 你先与我练习 然后你就照我 教你的方法 每天晚上练习 现在 坐到我面前 闭上你的眼睛 试着把你的思想 传递给我 我坐到他的对面 想象我就是普塔霍特普 感觉自己的手 脚 身体 就是他的手 脚 与身体 然后以最大的专注力 想着 我是普塔霍特普 站起来摸摸 这年轻人的头 我最喜欢普塔霍特普 以他充满美好频率 强而有力的手 放在我头顶 放在我头顶时的感觉 几乎是同时 普塔霍特普 站起来 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 摸摸我的头 很好 普塔霍特普 微笑地说 我可以收到你讯息 也知道 你有很好的专注力 你的狮子将能感受到 你要什么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 看你是否能接收 我的讯息 普塔霍特普 坐下来之后 我便听到他的声音 在我心中说道 一旦你有足够的 自我控制力 能去掌握 十二个相对的特质时 我将把入门前的 最后一个秘密交给你 我兴奋地张开眼睛问道 这是说 我已接近入门了吗 普塔霍特普笑着说 这表示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接受我的信息 只是你的自我控制 还是需要再增强一些 我跳起来 抱着他的梗子 连续吻他的脸颊 普塔霍特普大声地笑着说 你看看 你的自我控制力 有多强啊 你还是无法抵抗 灵性和一纳股力量的影响 你已体验到 我们灵性的融合 这种融合注入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便自然地表达出 这种融合的喜悦 但是不要忘了 在灵性层面上 融合是神圣的 可以做到的 然而要在物质层面上融合 要从身体的层面去融合 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两个身体无法在同一个空间融合 然而 由于渴望融合 人们就试着 以身体去融合 就成为性的行为 大自然利用这种合一的渴望 这种回归天堂的渴望来繁衍后代 但是 由于性爱 无法使人 达到这种灵性上的合一 它便令人因失望 而沮丧 然而 不可能达到的事 就是不可达到 所有受造物在性行为之后 耗尽了能量 却依然沮丧 这是因为 灵魂仍然在不满足的状态中 人类对回归天堂那种合一的渴望 是永不止息的 大自然便持续利用这无法满足的 渴望来繁衍后代 要抗拒大自然这股渴望合一的势能 不进入你的身体 是极其困难的 我有足够自我保护的能力 去抵挡你令人神魂颠倒的美丽 但是你有可能遇到年轻 没有经验的男子 无法抗拒你的拥抱 普塔霍特普继续笑着说 不过 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 你确实是缺乏应有的经历与体验 我的灵魂之父我说 你没对我生气吧 普塔霍特普微笑着 不 不 我的小女儿 我一点也没有生气 只要你只是抱抱我的梗子 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是 对别的男人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的灵性越高 你所焕发的光芒越灿烂 你就越令人无法抗拒 你甚至不需要靠近他们 就已经有无限的吸引力 小心不要使男人跌落深渊 父亲 我吃惊地问道 你是说我的灵性还不够吗 你知道满图塔对我的学习 是非常满意的 我已经很能够控制我的身体 我的中枢神经 我已通过所有的测验了 是的 普塔霍普特说 从灵性层面来说 你已有了足够的觉知 与控制身体的能力 但是 在身体的层面上 你没有足够的觉知力 来保护你自己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要点 那就是 你的危险不是因为你做不到 而是因为你不一定 总是愿意这么去做 你对大自然强烈的 势能的自我保护不够谨慎 这对你的中枢神经 是极其危险的 当这股势能进入你的身体 你把这位转化的强烈势能 引入你较低体系的 中枢神经系统 便很可能损毁你较高 较细致的中枢神经 你这么好的载体 受到损坏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当你愿意时 你有很好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但是 你往往因热忱 而不愿控制自己 亲爱的孩子啊 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警觉 哦 普塔霍特普 我亲爱的上师 你在当时便已看到 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危险 你是多么的渴望能拯救我 但是 在好的忠告 也无法取代必要的历练 无法把缺乏经验的 变成有经验的 我内在所欠缺的平稳 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 无可避免的 必须经由痛苦的历练 才能回到它原有的平衡 伯纳运用心灵感应 来传达我们所要说的 是否会变成操控呢 滴纳这就看你怎么用了 如果你想运用思想的力量 去改变别人的自由意志 那么你就是操控 你会很容易陷入那特定的因果中 伯纳所以在光的课程中 上师们教我们指示 把光与爱传递给别人 愿他们与较高的自信灵魂连接 然后就是信任与交托 把他们交给光的智能 如果确实这样做 我们便不会陷入由控制 所产生的因果了 蒂娜事实上 普塔霍特普以及法老 在当时便已看到 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危险 是多么的渴望能拯救他 但是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能力 他们都没有运用心灵的力量 去阻止或改变他必须经历的旅程 伯纳没错 他自己后来也知道 再好的忠告 也无法取代必要的历练 无法把缺乏经验的 变成有经验的 蒂娜就如他所说的 有时我们内在所欠缺的平稳 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 无可避免的 必须经由痛苦的历练 才能回到他原有的平衡 伯纳所以 无论是对自己 或对别人所必须经历的 我们只能以爱来支持他们 蒂娜普塔霍特普对他说 对别的男人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的灵性越高 你所焕发的光芒越灿烂 你就越令人无法抗拒 你甚至不需要靠近他们 就已经有无限的吸引力 小心不要使男人跌落深渊 事实上 对男人也是一样哦 无论是男人或女人的小我 都希望自己拥有吸引力 以自己所拥有的吸引力自豪 殊不知 如果滥用上天所赋予的吸引力 也会造成生生世世 要了结的因果 你将从他的故事中了解这一点 伯纳这太可怕了 以后再也不敢随便逗女孩子完了 大祭司曾告诉他 你的危险不是因为你做不到 而是因为你不一定总是愿意这么去做 这是未能觉知 小我的意志之故吧 我也常常会陷入这种陷阱之中 心里明明知道该这样做才能平安 但是就是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 让自己陷入在小我的圈套 痛苦万分 然后就得很费力的 很辛苦的挣扎出来 蒂娜我也有这样的时候 也是发现 每次都要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曾侥幸过 最后只得乖乖地听从内在的指引 并沉浮于宇宙的神圣法则 三十 未来 我每日审视我的每一个思想 行为 语言 检查自己是否每一时刻 都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是否避开邪恶 反映神性的表达 这种审视 让我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很任性 很固执的凡人 我不知道需要多久 才能做到不被自己的热忱所压倒 不受外在幻象所影响 永远能掌握那流动在自己身体上 精神上与思想上的势能 在准备入门的期间 我早上在庙宇中学习 结束后 便回到宫廷 与父亲一起四处查看在我们领土内的民情 这种查看 总是令我厌烦 我不是不喜欢与别人相处 只是这些人的行为 与思想 总是令我无法理解 我喜欢与我同类的人在一起 但是 一般来说 人之子与神之子世系的人 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我们一样 都有人类的血统 我们不是纯种的神之子 但是 我们有灵性上的觉知 不像人之子 那么的完全是物质性的 他们似乎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只是一个灵魂的载体 是可以不受身体意识所束缚 可以不必成为身体欲望的奴隶 我完全不理解他们 父亲很清楚 大部分官员满脑子所想的 只是如何升官发财 但是 父亲与普塔霍特普说 我们的使命是要与他们一起 以便唤醒他们较高的灵性意识 人之子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玩乐的兴趣 杀害无辜的动物 还沾沾自喜 他们比动物还恶劣 动物是为了维持生命 而捕捉其他动物 人类却为了玩乐而杀害他们 但是父亲说 这些人还没有开化 我们不应该 以自己的标准来批判他们 另外 他们之间还互相比较 彼此其事 只要他们的身体 有那么一丝丝神之子的血统 他们就不停地拿来炫耀 聪明一些的 看不起笨一点的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虽然有那么一点神之子的血统 但他们对自己灵性的部分 仍然毫无觉知 往往一个离他们很远的祖先 是神之子的人 比起有好几世代 是神之子的人 更具灵性 他们不知道 我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与感觉 时常当着我的面撒谎 不知道自己的谎言 会在他们的周围 形成一层黑色的烟雾 不仅丑陋 还发出恶臭 我的狮子 可以很快地感觉到 由这些谎言 所散发出来的臭味 只要这种人一接近他们 他们就站起来 轻蔑地看他们一眼 昂然地走开 但我没有他们这种保护自己的自由 我必须无视于他们的虚伪 继续与他们说话 与父亲单独在一起是最快乐的时候 他在海边有一幢小屋 只要有机会 我们便带着少许的仆人 到那里休息几天 父亲与我都喜爱那一望无际的海 住在那里 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 不朽的永恒 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就会到海边散步 有时我们会划着小船 远离岸边 浩瀚无垠的海是那么地美丽 海水有时如镜子般的平静 有时水波轻微地荡漾 有时却是波涛汹涌 但无论是什么 都令人心旷神疑 一天坐在海滩上 我问父亲 人为什么会对灵性真理如此盲目呢 当整个世界落入人之子的掌控中 会是什么样呢 我想着就害怕 父亲凝视着海面 最后他说 是的 正如普塔霍特普告诉你的 地球会走过几千年的艰苦时期 纯种的神之子 在很久以前便离开地球了 他们的子孙都是神之子与人之子的混血 那些内在仍然保存着神圣完美的灵性意识的后代 从现在起 也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 为了使较高灵性的力量 能够经由遗传延续下去 纯种的神之子离开地球之后 那些继承了纯种的神之子的基因 并以入门的儿子将娶人之子的女儿为妻 这种两族通婚的形式将代代相传 持续下去 直到整个人类都具有神之子的基因为止 但是 由于将来地球会进入物质性较强的时期 基因中物质性较高的人将掌控地球 这也是为什么降生地球的纯种的神之子会越来越少 将来 整个地球 即使在埃及 也都将由头行较短的人之子来掌控 他们没有目前的统治者的爱与智慧 他们只会以自私残忍的手段来压榨人民 如你所知 长期通婚 使神之子与人之女两个种族的特质得以持续地传下去 长期混血的结果 使得即使是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父母 也会生出截然不同质量的孩子 同一个家庭的孩子 会出现某些孩子的灵性很高 某些孩子的物质性很强 某些是两种兼有的混合体的现象 只是在未来 神圣世系的遗传基因较强的人会越来越少 总的来说 将来的倾向是 越来越多质量较低的人 投生在地球上 他们对灵性较高的兄弟滋生恨意 这种恨意往往导致许多悲剧性的冲突 然而 根据遗传法则 世世代代的两族通婚 在基因上 已有足够的基础 使纯种的神之子 在任何时候 即使在人类最物质化 最黑暗的时候 都能再度降升地球 过了地球的黑暗时期之后 对灵性有较多认知的入门者 将重返地球 并广泛地遍布在世界各地 以提升地球的频率 当频率逐步提升时 所有人类的灵性 便有可能都发展到入门的程度 两族通婚的现象 将延续几千年的时间 最后 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 将完全消除 只是资质会稍有不同 有些人的神性本质较多 有些则为开化的特质 或物质性的本质占优势 然而 每一个人 都会有两种遗传基因 最终将无法区别一个人 是神之子或人之子的种族 只能基于每个人性格上的 特点及能力来区别 长头颅的神之子 与短头颅的人之子的区别 也将完全消失 届时 即使是灵性层面 或能力较高的人 投行与一般人已无差别 只是他们会是杰出的科学家 艺术家 哲学家 或神秘学家 统治者与一般人民之间 也将是平等的 灵性较高的种族 基于两族通婚的使命 通婚的对象 将逐步往意识更低的层面下降 以便使更低层面的人 也具有灵性知识 与此同时 国家的统治者 也将逐渐转到 灵性层次较低的人手中 由于他们的无知 他们首先会摧毁神之子 在世界各地 所建立的神圣文明 只有几处残留的遗迹 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 智能与美丽 做沉默的见证 日子一久 全知全能的白魔术 与入门者的事 就变成一种传说 最后 由于人类的傲慢与自负 这些传说 就变成童话故事 在这种两个种族 持续混血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种阶梯式的发展 使得即使是意识 在最低层面的原始人类 也能向上提升 而看似未开化 动物性特质较强的人 也可能是 原本灵性意识很高的人 因与身体 及物质层面认同 而跌落谷底 不再记得自己 原本较高灵性意识的身世 前面说过 为了使较高层面的灵性 意识遍及地球 神之子做了一个 极大的奉献 就是娶人类的女儿为妻 然而 这样婚姻使得这些神之子的 根深植在物质世界 他们必须透过整个进展过程 经由投生地球的灵性导师 与在灵性世界之导师的协助 才能回到灵性的世界 统治者的灵性意识将越来越低 统治权将由一个国家 转到另一个国家 地球上无止境的战争 将导致无知 贫穷与悲惨 于是最后一批离开地球的入门者 将拒绝把一些控制大自然势能的器具 交给那些在意识层次上极低的人 在他们离开地球之前 他们会销毁所有的器具 以免人之子用它来互相残杀 当所有入门者都离开地球之后 人们就必须像原始社会的人那样 以劳力来耕种 以双手来搬运 并得承受从自己族群中出来的暴君 所实行的剥削与磕正 然而 基于地球上的一切事物 都是从看不见的合一中显现出来的 并具有追求平衡的本质 自私自利的暴君 将唤醒人民意识里的觉知 痛苦与灾难 使他们愿意转向接受 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 他们将从中发现 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 从中独立自主 运用自己的意志力 不依赖外来的援助 如果没有这种过程 他们将不会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将来 神之子们将会像一个好母亲 在他的孩子学走路时 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走 但是他会一直站在旁边看着 以便随时帮助他们 灵性的力量一直在引导地球 灵性导师将在灵性层面上运作 从中引导人类 在需要协助的时候 随时帮助人类走出艰难的状态 每当地球处在黑暗时期 地球被无知与迷信的人所控制时 总会有神之子诞生地球 为地球做出伟大的牺牲 他降临地球 安慰人民 并将神性之光带到地球上 前面说过 透过神之子与人之子之间的通婚 神性本质将遍布所有人类 这使得神之子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经由纯净的女子 获得人的身体 成为运作的载体 每一个时代 都会有神之子 以这样的方式降生地球 以教导人民精神法则 爱与无私 以及其他的使命 即使地球处在充满黑暗与暴政时期 地球上的某些地方 依然会有以智慧与正义 在引导人民的政治领袖 有些神之子 以科学家 艺术家与神秘学家的身份 带给人类美好的艺术 音乐与文学 他们将把新的理念带给世界 以便引导世界走向新的方向 这些神之子大多过着孤独寂寞的人生 由于大部分的人不能理解他们 他们往往处在贫困 为人所鄙视的环境中 然而 他们的灵性之光 以巨大的波长 渗入在每一个角落中 这些灵性巨人的著作 往往在他们往生很久以后 才被人之子中 灵性较高的人所理解 一旦开始被理解 将流传数千年的时间 转世的神之子中 也有住在高山上 或偏远 不为人所知的地区 他们隐居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 把光的至高势能 传递到地球的以太磁场中 灵性发展较为成熟的人 可以接收到这些灵性光波 自然而然地与这些神之子们连接 并与他们一起运作 往往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灵性上的连接 只是感受到一种内在的驱策与指引 他们不知道这内在的指引 是来自神之子们所发射的信号 然而 就这样 一些进展较高的人们 将神之子传递到地球上的教导 散播到所有人类的意识中 尽管群体大众不能立即理解 这些至高真理 但他们能感受到爱与力量由他们的内在升起 因此 他们会相信并遵循这些教导 无论何时何地 所有的神之子所传递的都是同样的真理 同一个神之子会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方降生地球 向人类宣扬至高真理 只是在不同区域会因区域性人民不同的特质 以及心智上不同程度的进展 被阐释成不同的形式 这些不同的诠释传递到后代 就形成不同的宗教 但人类不理解这些都出自同一个真理 不理解其中的这些差异 是出自人类的无知 便由此引发战争 以上帝之名压迫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 根据区域性的不同发展 神之子们所受到的待遇 也会有所不同 在渴望神性与灵性真理的地区 这些神之子受到尊敬与爱戴 这些是能将向外扩散到他所能达到的极致 但是 神之子也必须在黑暗 充满憎恨 嫉妒 恐惧与恐怖行为的时候 降生地球 接受恶劣的待遇 执迷于权力欲望 无知的人将会折磨杀害神之子 然而 他将接受这份折磨 并从中焕发巨大的灵性势能 这股是能将唤醒人们 清除他们灵魂中的黑暗 地球也将因此而1.1滴地 逐步转变 这股创造势能将向上回升 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地球上的人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与在灵性层面上的神之子 一起为地球的救赎共同运作 大量的灵性较高的群体 将再次投生地球 这些人之中 有许多曾经是神之子族群中的一员 他们之中 有些不曾通过入门测试 有些在入门测试的期间死亡 有些是在通过入门之后 跌落深渊的人 他们虽然处在人类上在彼此互相残杀的时代中 但他们能回忆起他们曾经学到的真知 因此将会有无数的成长团体 在世界各地 接收并传递神之子所焕发的光 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由人之子中转世的人 也将逐步向较高灵性意识迈进 他们先是能够领悟知识层面的事物 可以与其他人快乐和平地 过着世俗的生活 灵性意识越是提升 他们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就越少 征服别人的欲望与权力的欲望 将被征服大自然的欲望所取代 这时 他们会发现 他们不再需要为生存而辛苦的劳动 他们只需要启动较高中枢神经系统 便能引导大自然的创造势能 地球将逐步回到较高的意识层面 人们不但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思想理念 也能体验并了解宇宙真理 这时 地球将再次展开较高文明的发展 当一个人认同自己在地球层面上 物质显向的一切时 他的意识便与地球上的所有状态连接 由此 当他们因身体停止运作功能时 他的意识也随之停止 进入休止状态 人们称这种状态为死亡 但那些对自己的灵性已再度觉醒 意识已超越物质层面上的一切事物的人而言 死亡是一种复苏 一种新的生命 当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一具身体时 或者说 他们停止吃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子 只展现真知之树的一半 把另一半留在未显向的状态时 他们就活在天堂的状态中 这是人类必须达到的状态 这将是一段很长时期的挣扎 但是灵性的势能将逐渐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 即使是最坚硬的心 也将能接收这股能量 从那以后的几千年 地球将再度赚回到上帝所承诺的天堂乐园 附近凝视着远方的海 好像他是从那儿读到未来的 博纳这一篇是我理解你在第二十三篇所说的 现在所有在地球上的人都有神之子的序源 以及与神之子永恒连接的缘分 表示无论如何 我们最终还是会在较高的指引中 回到神性的意识层面 蒂娜式的普塔霍特普明确地指出 每一个人都会有两种遗传基因 最终将无法区别一个人 是神之子或人之子的种族 只能基于每个人性格上的特点机能力来区别 伯纳他每天审视自己的思想 行为 语言 都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不受外在幻象所影响 看来一个人要调整自己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蒂娜式啊 那流动在我们较低体系中的习气 有如磐石 既肩且硬 但是我们只要本着于公一善的精神 在每次审视到时凿调一些 终会完成的 伯纳我也常跟他一样 暗自瞧不起那些物欲 权力欲望或控制欲望很强的人了 尤其是对走在灵修道路上的人 蒂娜走在灵修的道路上 只是表示已向自身存在中的灵性觉醒觉醒 但是都一样有着漫长的路要走 法老与普塔霍特普对他说 我们的使命是要与他们一起 以便唤醒他们较高的灵性意识 表示虽然你的灵性提升了 你还是要能和光同尘 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在光的途径上提升于进展 伯纳浩瀚无垠的海是那么地美丽 海水有时如镜子般的平静 有时水波轻微的荡漾 有时却是波涛汹涌 但无论是什么都令人心旷深疑 他对海的认知是这样的 难怪这一世他看到不同区域的海景会很失望 蒂娜是的 每当我情绪低落时 我会冥想自己坐在海边 甚至沐浴在闪着白色亮光的蓝色海洋中 便可感觉到那海的势能斜着白色之光 与蓝色之光的单子能量在我身上运作 很快的我的阴霾便一扫而空 伯纳们 这是一个不花钱就可以度假 获取能量的好办法 只是还没有修到行星的人 如何运用单子能量呢 蒂娜即使只是冥想白色的净化之光 或蓝色的智慧之光 同样可以获得光的存在们的协助 帮助你清理到你所愿意清理的程度 伯纳他问他父亲说 当整个世界落入人之子的掌控中 会是什么样呢 我想着就害怕 我也是想着就害怕 蒂娜地球正在走过法老所形容的 那几千年的艰苦时期 我们开始进入法老所说的 过了地球的黑暗时期之后 对灵性有较多认知的入门者 将重返地球 并广泛地遍布在世界各地 以提升地球的频率 伯纳 但是我们离他所说的 当频率逐步提升时 所有人类的灵性 便有可能都发展到入门的程度 得太平盛世还很远呢 蒂娜赛斯有一句名言 你创造你的实相 无论何时 你都可以在你的生命中 你生活的周围创造这种盛世 伯纳法老说 到了后来 即使是灵性层面或能力较高的人 投行与一般人已无差别 只是他们会是杰出的科学家 艺术家 哲学家或神秘学家 统治者与一般人民之间 也将是平等的 这解释了你上次说的 神之子会遍布在各行各业中 我们遇见他们时就会知道 蒂娜但是她同时也说 看似未开化 动物性特质较强的人 也可能是原本灵性意识很高的人 因与身体及物质层面认同 而跌落谷底 不再记得自己原本较高灵性意识的身世 作者本身就是在入门之后 跌落谷底 毕竟无数是卑微混沌的生命 再度回到入门的顶峰 是这本书使我不敢轻视任何处在社会底层 或心灵处在混沌中的人 伯纳她是如何跌落谷底的呢 蒂娜在她完成入门之后的篇幅里 你会看到她具性迷移的描述 伯纳根据法老的说法 好像自私自利的暴君都对人类还有好处呢 蒂娜这是因为如法老所说的痛苦与灾难 将唤醒人民意识里的觉知 使他们愿意转向接受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 他们将从中发现 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 从中独立自主 运用自己的意志力 不依赖外来的援助 如果没有这种过程 他们将不会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伯纳灵性的力量一直在引导地球 灵性导师将在灵性层面上运作 从中引导人类 在需要协助的时候 随时帮助人类走出艰难的状态 这说明了为什么经由光的课程 我们得以接收这种 来自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 蒂娜我们正是因为遵从内在的领悟 而为人世间开辟这一途径 希望大家从中发现 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 从中获得独立与自主 伯纳我想 Tony就跟文章中所说的那些 将新的理念带给世界的人一样 即使一开始 并不知道这些讯息 能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也不曾因光的课程而发财 却仍三四十年如一日地 默默为我们传递这些上市的讯息 幸运的是 现在终于有许多灵性较高的人 理解这些资料的宝贵 我相信这套课程将会像许多经典一样 使许多世代的人 多一条回归自信的途径 蒂娜参与我们讨论彩虹桥的那位美国朋友Michael 也是一个像法老所叙述的那样 住在偏远不为人所知的地区 隐居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 把光的至高是能传递到地球的以太磁场中 博纳看完这篇 我相信目前确实有许多进展较高的人 将神之子传递到地球上的教导 散播到所有人类的意识中 这是我感到我们确实进入黎明的曙光了 在这里 把老很清楚地诠释宗教形成的原因 那我们要如何看待宗教呢 蒂娜光的课程第二集次的讯息中 有这么一段 我想你大概遗忘了 让我再重述一次 使一个人得以完善的 不是宗教的形式 而是内在的精神 内在的精神会使人提升到光明的境界 在这些神圣的内在计划中 涉及许多不同的宗教 你要在自己的心事里 将这些宗教内涵归为一元 要体认到 是什么使你的自我局限在 人类思想运作的范畴之中 但是我认为 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作用 有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绝对不反对宗教 我们只是反对假借宗教 彰显权威 制造依赖 迷信与恐惧的人 伯纳我是忘了这一篇讯息的内容 不过也是现在才理解它的含义 而法老预言 有些地区的神之子将被压迫折磨 以接受这样的磨难 从中焕发灵性势能 唤醒人们并引导人类 进入新的时期 这是不是预言耶稣 及他的几个门徒 如安德鲁等人 被钉上十字架的事件 蒂娜 我不确定 但是 依据上师们的讯息 我们理解在光的课程中 紫色之光的能量 是耶稣诞生时带下来的 代表神圣意愿 粉红色之光是他被钉上十字架时 带下来的 代表宽恕 以及无条件的爱 不合律之光是耶稣复活时 带到地球层面上的 代表更新的意识 伯纳法老说 将会有无数的成长团体 在世界各地 接收并传递神之子所焕发的光 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这很像我们在这时代所进行的 许多灵修团体 没有特定的宗教组织或制度 或甚至像光的课程这样 许多佛教徒与基督教徒聚在一起 在光的网络上 焕发基督之光或佛光 一起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滴纳我相信这是因为 我们都期望 地球能回到较高的意识层面 人们不但能互相理解 对方的思想理念 也能体验并了解宇宙真理 博纳这一篇的最后几段 把老对死亡与复苏的阐述真是精辟 这让我真正理解什么是死亡 什么是永恒的生命 它们对我不再是空洞的名词了 只是再下来就是要靠我自己 去达到超越物质层面上的 一切事物的境界了